你有没有听过伊斯兰教 听说过 听说过 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没什么印象 有没有通过新闻或者网络了解到他有什么特点 或者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感觉恐怖主持 好多都是来自伊斯兰教 就好像伊斯兰教的恐怖分子比较多 对 那你有没有回族的朋友或者同事 有 你对回族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挺好的 那他们在信仰上或者风俗习惯上 跟其他民族有什么不同吗 有什么特点 应该跟新疆那边有所不同吧 就是回族跟新疆还是不一样 对 他们信仰是一样的 但他们方式有所不同感觉还是 有没有什么例子呢 你觉得哪里不同 新疆那边好像感觉信仰这方面吧 好像比较 他比较还是比较传统啊 还是 或者是比较片面吧 他不像我们内地回族 他只是做礼拜呢 可能只是定期做去那个伊斯兰教呢 做礼拜 做打号之类的 他不像那个新疆那边 感觉 像我说所谓的恐怖主持 好多也都是 应该新疆那边比较偏多一些 那你的这些回族的朋友或者同事 他们有没有跟你交流过信仰方面的 没有 没有交流过 他们 你觉得他们有没有信仰 有信仰 有信仰 肯定是有信仰 怎么体现出来的 爸爸对你 好 谢谢 因为他们 我也跟他们去做过礼拜 对 去青城寺 对 去青城寺 去见见 没见过嘛 了解一下 去看一看 还可以 像他们那个 只脱个鞋子 进去 就比较干净一些 比较安静一些 你觉得他们有信仰是好还是不好 好 是好事 但不能太偏激 不能太偏激 然后你觉得回族应该是保持他们这样的独有的信仰比较好 还是尽可能的融合到汉族 就是看化一下比较好 还保持保持比较好一些 嗯 最后一个问题 你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生命意义 生命意义在于 呃 怎么说呢 嗯 你是指哪 是指什么 就从你个人角度来说 你觉得怎么样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有价值 其实喜欢做自己的事情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在一家人在一起 不要开心快乐 就是活的 你有听过伊斯兰教吗 哎呦 怎么 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呃 我 没有太多的好感 呃 可能这里面我自己看法的话 可能结合了太多有 其他的参加了其他的因素吧 嗯 就没有好感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宗教归宗教嘛 不要有太多的其他的政治色彩在里面 就是个人 其他的就 单纯一点就好了 就是你觉得伊斯兰教太政治化了 所以对他没有好感 OK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你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哇 这个好高深的 哦 哈哈哈 就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说 嗯 太高深了这个还真的是没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那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值得想的问题 嗯 当然是一个值得想的问题 但是 怎么 当时我目前的话可能还没到那水平吧 我只能这么说 哈哈哈 想不出怎么 怎么才是更有意义吧 啊 问题就是你有听过伊斯兰教吗 没有 没有听说过伊斯兰教 没有 没有听说过 在新闻中也没有看到过 没有 我不看新闻 哦 那身边有没有回族的朋友呢 没有 也没有回族的朋友 嗯 OK 那最后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吃 吃 问题就是你有听说过伊斯兰教吗 没有 从来没有听说过 啊 那你身边有回族的朋友吗 回族也没有 我们都是汉族的 没有回族朋友 对 那你知道有回族吧 中国有回族这个民族 OK 那你对这个民族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 对 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回族 没有 OK 那最后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生命的意义啊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就是幸存下去是吧 对 那比如说对你来说 呃 什么样的一种生活 你就会觉得满意 或者开心幸福 什么样的生活啊 我觉得就是 下了班之后 跟朋友啊 去玩一玩 就挺好的呀 心情好就好是吧 对呀 好的 非常感谢你 谢谢 你有听说过伊斯兰教吗 有啊 那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呃 大部分是马来西亚人和印度人吧 印度人和马来西亚人 那你觉得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 比如说姓什么 或者行为上有什么不同 他们会带头巾 有些女孩子会 呃 会不吃牛肉 羊肉 猪肉嘛 就是肉类会吃的比较少 鸡可能会接受 OK 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不吃这些肉呢 呃 因为他们觉得可能 就是肉类是对他们一种神的那种尊敬嘛 就是呃 因为珍珠安拉是猪宝 你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意义啊 看你个人怎么定义吧 那对你个人来说你觉得什么 我最近比较忙 所以应该是比较忙吧 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的定义都不一样 特别是你的人生观 驾驶观 还有呃 你工作上的事情 还有你的视照圈 就是会有给你一定的印象 对 那你自己对你自己来说 你觉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呃 活着吧 比较忙 好